温州平阳交警接到群众报警 称海溪镇一个消防栓被车撞坏了 正在不断地往外喷水 民警赶到现场时 被撞坏的消防栓还在不停地喷水 水柱足足有十多米高 但蹊跷的是 在事发点并没有见到肇事车辆 不过在距事故现场几百米处有一辆红色轿车 长时间停在道路中间 右侧车头严重受损 右后轮爆胎 很可能就是肇事车辆 驾驶员谭某承认自己就是肇事司机 可是当民警询问事故的细节时 谭某竟一问三不知 一旁自称是驾驶员舅舅的杨某 反而能回答上民警的提问 民警调取了事发地点的监控 以及谭某手机的通话记录查看 发现谭某存在顶包的行为 面对证据 谭某只好承认自己是给酒后开车的舅舅杨某顶包的 经过测试 杨某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89毫克 被叫来顶包的外甥女谭某竟然也被测出了每100毫升54毫克的数值 这下连舅舅也傻眼了 原来谭某是前一天喝的酒 体内的酒精还没有完全代谢掉 就被舅舅叫来顶包 要包包红经验综合报道 结束用寮想 给你寮演 转发 给你寮演 给你寮演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